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字实战讲座 今天讲的是六害 六害咱们再复习一下啊 紫胃 丑无无 隐私 卯尘 深汗 有居 其实啊 记忆啊 记忆降到一种那个六合六害六冲啊 大家可以编口诀 这是我以前学习的一个经验啊 我的老师教了一个经验 比如说这个编口诀可以重点啊 紫胃 紫胃 隐私 二 下面呢 可以重点 卯尘 啊 深汗 有虚 灾 是不是这句话很顺啊 还是是不是就把这个六害记住了啊 紫胃 紫胃 隐私 害 卯尘 深汗 有虚 灾 这就是我自己记的一个一个 一个方法 其实古代的口诀都是自己编的 大家也可以编 六 六冲怎么六合呢 是吧 紫仇隐 啊 紫仇隐 啊 啊 这个口诀啊 这个口诀我还忘了 我长期我太熟了 口诀我还倒是忘了 大家自己可以编一下 编个那个压运你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看呢 六害 嗯 紫胃相害 紫碎受伤大 胃头受伤小 为什么 是胃头是克紫水啊 紫水是又害又又被克 当然受伤大了 仇 仇五 仇五相害 当然是五火受伤大 仇头受伤小了 因为五火收仇五 是不是 仇头被伸的 当然是他受伤小 是不是 仅四相害啊 以目受伤大 四火受伤小 是吧 这好理解啊 以目生四火 啊 生四火被伸的 当然力量变大了 以目的力量变强了吧 某身相害 啊 成组受伤大 某木受伤稍大 什么意思啊 某木是不是克成组的 成组被克力量受伤大 某木被成组耗了 力量受伤也是不小啊 不小 生害呢 生金生害水 当然是 啊 啊这个我我再讲一下 生金受伤大 当然了生金是生害水 但受伤大的 害水表面上受伤 什么意思啊 伤害啊 表面上看他那个被别人 就是陷害了 被别人说话话了 被别人整了 表面上这样 是实际上力量有所增加 表面上被别人陷害了 被别人整了 实际上呢 可能工作在于啊 地位还提高了 所以讲一个特点 实际上力量怎么样 有许也是像 实际上虚 虚度受伤是大的 有经表面的受伤 实际上有力量增加的 地质相害啊 相宁啊 实际对象 地质大了 现在害地质小 这很简单 举个例子吧 子 位 如果这是相宁的话 就可以相害 是不是啊 如果中间隔一个午火呢 是不是就不能相害 论相了 如果说这个位是阅历啊 如果这个位是阅历的话 是位土力量大 是先来害他的 如果说这是你的 嗯 财 这是你的意 如果你要是个男子的话 财是妻子 这是母亲 是不是老婆先找妈妈妈啊 对这个儿媳妇是不好啊 先找母亲麻烦 好的 我看看实力吧 那实力 仇物是相害的 仇物相害 仇物相害 仇物相害的话 谁先害谁呢 如果是阅历 当然无果的 先害他的吧 先害他的 表面上仇促受点伤 其实力量增加的 这是个男 煞可以看自己领导 表面上自己的领导 受了一点点刁难 受了一点影响 受了一点 就是那个 才来害他 才是不是可以看上自己的员工 你自己的员工 影响你的领导 就是你的员工 不听你领导的话 表面上领导感觉受了别人反抗了 有点不高兴 实际上呢 对他还有力了 对深的还有力 我看还有个例子 再解决例子 看还有没有害 有害啊 子和魏 按道理是要相害 但是格力为你啊 结财 朋友是吧 啊 财是自己的钱 可以这么说 呃 表面上你的朋友想 那个 占你便宜 但实际上呢 因为啊 你为他机会 你跟他在一起 你花钱的时候 你不让他知道 就占你便宜 好吧 今天课程讲到这里吧 接着更多视频 大家可以追踪 CMW中央点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